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个例题 这是关于千值上抛的自由落体的题目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公式的推理 千值上抛它也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一开始在时刻为0的时候 有一个初速往上 然后随着重力加速度 随着重力的作用呢 它速度会改变 那到了最高点的时候 速度会降等 末速会降成0 这样成0这样子 那它升高了h 那它因为是等加速运动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v等于v0加at 以及s等于v0t加2分之1at平方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把末速初速加速度带入 末速达到最高点是0 初速是v0 那加速度是向下的-g乘上时间t 所以这样就会得到v0等于gt这样的关系式 所以飞到最高点呢 它的时间就可以这样表示 就是t就会是g分之v0 那这一题的第一小题就是 既然它的初速v0是30 然后g是10 那第一格就会是30除以10 也就是3秒 那小球飞到最高点 它升高多高就是h 那我们用第二个公式 那代入初速乘上时间加上1 2分之1 可以-gt平方 那这时候这看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的结论带进来 带进来这个v0t v0可以把它写成gt 那gt的t 这里再乘一个t 就会变成t平方 所以就会变成gt平方 再去减掉2分之1gt平方 所以最后会剩下2分之1gt平方 那到这边就可以算h了 所以第二小题的话就是 2分之1乘以10 那上到最高点的时间3秒平方 所以结果是45 45 然后再来从最高点落回地面 落下距离当然也是45 那经过的时间 其实有没有发现 这个式子其实就跟我们的 从禁止释放下落 一样的公式 长一样 这就是说 往上飞到最高点 跟从最高点掉回来 它是有对称性的 所以从最高点落回地面呢 其实也是需要3秒 跟从地面出发到最高点 是一样的时间 好 然后最后第4第5的话 可以直接带公式 我们写在这边好了 第4的话 在第1秒末离地高度 那我们就 用这个位移公式 初速30乘上1秒 加2分之1乘以-10乘以1秒平方 这样算起来是30-5 25公尺 25 然后它的速度的话 可以用V等V0加AT 30 然后再加上A是-10乘以1秒 所以结果第二个是20 那第5秒末 那第5秒末呢 这个也可以继续写在这里 第5秒末的话 也是直接带公式的话 它的 它的位移 对它的位移 就会是初速乘上5秒 再加上2分之1乘以-10乘以5的平方 所以这个结果会是 一样也是25 一样也是25 然后 最后 第5秒末的速度 就会是 V0加AT 30 再加上-10乘以5 结果是负的 20 那负代表另外一个方向 负代表 向下 如果以向上回震的话 所以整体而言呢 它其实是会进行这样的一个 轨迹 就是 上到最高点 然后掉回来 然后总共上升3秒 下降也3秒 那如果给它一些时刻的话 会是这样 T等于0 然后1秒 2秒 3秒到最高点 4秒 5秒 最后6秒 这样子 那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 在第一秒末的时候 它的高度 就跟第5秒末的时候 的高度 是一样的 都是25 这是因为 它就是有对称性 因为它3秒会到最高点 所以1到3 花2秒 可是3到5也是花2秒 所以 同样都是到最高点 从1到3 从第一秒到第三秒 到最高点 到最高点 那从最高点下来 经过2秒 它也会回到 当初它出发的这个高度 好 这就是千值上抛的对称性 好 谢谢同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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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